浦里镇农会日前举办香蕉新乐园DIY体验的活动 农会总干事何世宏表示 这次举办这场体验活动的目的 除了是要让消费者知道 整个香蕉采收的过程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要一改以往销售的方式 让消费者亲自到胶园来挑选 让消费者能够买到最天然最安全的食品 这香蕉是怎么生长的 这香蕉是怎么大 香蕉是怎么採取的 採取后是怎么处理后才能吃的 所以说这个建国的规定 让消费者觉得对这个人不是比较浅 再来就是说 今天这个价修可以说物财所足 一岁那六岁 差不多25斤到30斤中间 这样才368块 那两斤又要668 所以说消费者会很大的接受 这些农民也觉得 他不必有更多人去挂 所以说双门其力 所以说未来 这个香蕉可以延伸到其他的素材 还是水果去做这种的推广 看到香蕉园区内 香蕉串串饱满 消费者都争相来购买 谢维席表示 因为这里的香蕉采用自然更做方式 不仅吃的安心又特别甜美 而且价格方面又比市场上便宜 非常值得来采购 因为这个香蕉宅 而且它这边是自然农法 不喷出草剂 然后宅长会特别好吃 也不用问 所以我先给他寄养 我认养了两份 非常赞又好吃又Q 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因为整串核算起来的话 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非常划算又好吃 先议员廖志成一早也来到香蕉园 参加这场体验的活动 廖医员表示 透过让游客亲身体验香蕉采收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除了让消费者了解焦农的心脑之外 也让消费者能够亲自挑选吃的安心 像这个天说要温两天 打开后再放两天就很好吃 如果夏天说温一天而已 然后放两天就很好吃 这个香蕉现在 尤其是当天 冬礁是最香 最甜 最好吃的香蕉 可以透过这个让大家了解 其实煮香蕉 吃香蕉大家都会好 但是你知道 香蕉要怎么划 香蕉要怎么損 什么时候的香蕉最好吃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 让大家可以来这里体验 让大家下去 知道香蕉要怎么損 要怎么下去損 副议长安逸全肯定农会的用心 也建议宪府农业处 能够参考普立正农会的做法 把消费者带到农民的园区内 不仅能够帮助农民行销 也能够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 记者陈维一普立采访报导